26. 明報 新地APM遷見貨一節給人樓內地下減低價速銷刺激本地消費 2015年7月14日地產B03為刺激零售 新地0016觀塘APM適逢十週年,特選一千件貨物以一節形式發售 可為繼現在早前已低止一節速銷活動賣過滿堂紅後 另一大型刺激零售市道活動,其中最受注目的Clifon-664GB只需638元 有學者指,由於內地客來港減少、為維持營業額 部分商場唯有以減價活動刺激人流 明報記者方可一節貨品包括多項電子產品、手錶、飾品等 其中Apple產品共有三款 每款各設二個名額,除iPhone 6,令Apple Watch及iPad Air 2 64GB亦僅以272元及468元發售 商場將聯同租戶由7月27日至8月1日 陳列達為貨品與公眾預覽,並於8月2日中52時起 讓公眾以先到先得的形式購買,每人每輪省購一件 修緣即指,下月2日先到先得新鴻基發展 中國,董事馮秀賢表示 仲然近日股市波動,但相信只要商場多推優惠 未來人流及生意額定可錄平穩增長 並指以往亦有舉辦類似活動 不擔心重演現在劈價發售的混亂場面 逢足指,除一千件一節貨品,還有四千件貨品將以優惠價發售 合共送出優惠達三百萬元,較去年升余三成 令集團斥資八百萬元,推廣以同話人密為主題的暑假活動 調期間人流可達一千三百萬人次,營業額可達4.5億至4.9億元 兩者較去年同期升百分之十五 令四千件貨品優惠價賣他補充 APM商半年生意額達18億至20億元,較去年同期升百分之十 並六五千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料全年營業額可達38億元,較去年全年收入升百分之十 現時商場赤租100至400元,料全年租金可餘四億元 上半年新租及逐租有六十個租戶,涉及百萬方呎流面 租金升幅達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 下半年則有三十個新租及逐租租戶,涉十二萬方呎 料租金升幅與上半年相約 上半年生意額二十億升一成中大市場系教授鮮入名指 由於近日零售總額及內地旅客人數均下跌 商場未維持營業額,不得不進行引人注目的減價活動 除吸引遊客及本地客,增加商場人流外 亦可帶動客戶購買非特價貨品 他指,若零售有持續下跌的趨勢,劈價活動將越來越多 但相信會以教依賴內地客的一線商場為主 追求店高等級外地客人數碰起 承 computer機 pone肌 負負負負負負負責